国民党书记长洪孟凯提到 从2023年开始什么都变贵了 到了今年的2月 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冲破3% 创19个月的新高 且连续三年外市涨幅扩大 成为通膨隐忧 他质疑政府预计4月电价上涨之后 整体性的成本就会跟着上涨 最终消费者将承受电价上涨之后 万物起涨的苦果 2月物价年增率已经破3%了 实质的薪资不成长 我们要问民进党政府 你们还要不食人间烟火多久 4月份难道还要再带头调涨电价 造成另外一波 让人民痛苦指数持续增加的状况吗 我们开场先用 现在赖金德总统当选人 也是过去民进党立委 赖金德 你曾经在马政府时代的时候 开这样的一个记者会 你的标题写什么 我们感到非常的讽刺 标题写 政府无能 掌食宿命 你们那时候整理物价涨多少 所得不成长 当时的赖金德 你人在这里 当时的赖金德 你在骂政府无能 因为只会涨 政府无能 因为不能控制物价 政府无能 无法帮老百姓增加所得 我们今天我们党团 远风不动 把这样的画面 这样的画 还给你执政八年的民进党政 还有即将再上任的赖金德总统 要不要先面对国人 你们过去怎么骂 当时的这里 现在无能的政府 就是你们带头出来的 各位媒体朋友 我想过去这三年 为什么我们这么沉痛 为什么我们让大声疾呼 因为涨价已经是全民的共识了 从2022年物价上涨 百分之五十五%的人都看衰 家庭经济 2023年 什么都变贵 涨幅大家都有感 到2024年 二月 消费者物价指数 已经冲破到3%了 创19个月的新高 外食涨幅 破大社会通膨的引优 连续三年 好几年都在民进党政府 都在蔡英文总统第二任的时候 让国人感受到物价全面调长 而薪资呢 薪水2019年 2020年一直到2023年 到时候变成不成长的一个情况 薪水没有变多 我们常讲万物皆涨 唯有薪水不涨 这句话真的不是口号 这句话是人民真真实实的感受 这句话也是政府部门统计出来 告诉我们的结果 是负成长的情况 所以物价持续飙升 但是薪资不成长 而现在我们要说4月最重要的是 难道连所有能源最根本 以及所有民生商业最根本的成本 也就是电价也要再涨一波吗 再涨一波 物价会怎么飙升 人民的通普指数会怎么做 立委罗志强认为 蔡政府酝酿涨电价的消息 已经好几个月 为何不能再等一个月 让赖清德自己来面对涨价政策 涨价是不是你受益 是不是你同意 我认为这一波的涨价 就是赖清德受益 或者是他至少是他同意 在过去这段时间 我在质询民进党的官员 我问陈建仁 我说NCC的委员的提名是重大的人事 重大的政策 你会不会跟赖清德沟通 他说他会跟赖清德沟通 换言之 现在的民进党政府 我认为这个看守政府 用短时全面巨大的涨幅 帮帮面面全部在调涨 涨价 包括挂号费取消上盖 然后让挂号费大幅的涨价 包括这次电价的大幅准备要调整 都有赖清德的参与在其中 当然我请赖清德 你也可以站出来否认 或是你直接表态 你反对这种长死庶民 你的金句 无能政府长死庶民的这样一个做法 赖清德你站出来 否则很显然 你就是想透过看守政府 以摆烂的方式 然后拆掉涨价的炸弹 你上任之后就把所有涨价全部推给这个看守政府 我在这边要引述蔡英文总统曾经说过一段话 这个政府在感受人民的痛苦跟人民的感觉真的差很远 我觉得很多的涨价真的要好好的从长期 这么短时间这么巨大的涨幅对一般人民来讲真的是很大的孤单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洪孟凯副书记长郑振前 罗志强张家俊以及国民党立委罗廷伟叶元支等人 召开记者会要求包括农余用电教育相关用电以及330度以下名声用电必须动涨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